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瞧手一判 其实它就是响声的A1 响声一直就是咱们便携播放器啊 还有台机这个圈里边大名鼎鼎的一个企业吧 主要是一直致力于做非常高品质的数字音源 你像原来大名鼎鼎的什么A200 D200 后来的280三代以至于旗舰级的300 当然了价格从几千五年到几万五千不等 但是呢响声在两个月三个月之前呢 突然发布了这台A1 实际上我们去参加这个响声的A1发布会的时候 也得知了响声企业呢 想做一个全民嗨嗨 换句话说开玩笑说就是床头机 为什么叫做床头机 就是能用上的功能 咱们全给它用上 毕竟响声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便携播放器 以及捉面播放器的这么一个技术积累 所以它做这东西呢不足为奇啊 而且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是属于正常的 我们今天拿到这台红色 这个红色我非常喜欢 包括面上的这个图案也是很好看的 整体来讲呢 我们今天就说说这台机器有什么功能 一会给大家再试听一下啊 看这个机器的大小呢 我认为就是A4纸的四分之三大小 厚度呢 我们看10公分 这个厚度放桌面上正合适啊 如果我们拿一台笔记本电脑去比一下的话 正合适 这台机器呢 功能极其的强大 我们从前面板可以看到一块大屏幕 有3.5和6.35两个耳机孔 而且带音量调节 这块是一个方向调节键 包括上一手下一手 上一菜单 下一菜单 以及这个一些功能键 确诊功能键 而后边呢 电源 两个模拟输出 也就是说它直接可以接有缘音箱 接耳放 接工放 另外 数字输入端呢 我们能够看到有USB 有铜轴 有光纤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WiFi天线 网口 以及两个USB 这么一说 基本上您就明白了 刚才我们提到了 可以做模拟输出 另外呢 数字输入 第三个呢 这个数字输入里面要说的一个带板口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还有一个天线 可以接蓝牙WiFi 用于这个手机操作 另外USB口就可以加硬盘 可以加U盘 侧面呢 可以插SD卡 所以真的就是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了 另外遥控器 简单说说吧 支持的音乐格式 也是主流的 这个DSD256 PCM384 功能呢 我们总结一下 可以做网播 这个是一个 比较崭新的玩法 其实一直就有 但是对网络优化这块 很少有企业能注重 所以响声这块已经 开始做这个东西了 USB啊 这个SD卡的这么一个综合的 解码二方一体机 可以WiFi蓝牙 对吧 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可以买它一个另外一个光区 响声自己的 这样呢 可以抓鬼 可以CD抓鬼 而且你家里CD盘 也可以用上 网络这块呢 就是一个网络转盘 这个有点意思啊 这个机器的 从技术来讲 有什么亮点啊 刚才我们提到了 响声专门做这些书播 所以呢 技术 技术非常雄厚 官方称之为 说整个的这个 内部的CPU板啊 FPGA的这个驱动 以及程序深度优化 这样呢 基本上继承了 它这个300的 这个FPGA的 一个算法 那么比它的上一代 要提升接近30%了 实际聆听的 一会咱们听听看哈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电源优化 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保证了声音的纯净度 以及这个动态指数 这是它的一些硬的指标 低时钟抖动这种方案呢 现在所有的厂家都在做 刚才我们说的了 它可以来WiFi这一块 也可以支持苹果的这个AirPlay 那样的话 可以在苹果手机上 或者iPad上 直接就推送了 当然了 它的网络这方面呢 还有一个 比如说您的QQ音乐 网易云 通过这个QQ Play啊 或者网易云的这些推送 也可以 真的功能很强大 充分利用网络 以及您家里的一些播放系统 以及U盘啊 硬盘啊 来播放音乐 如果您的要求要是不高 我认为说 一个简单一推的耳机 直接插在上面 完全没有 比如说小塞子 我们可以插在3.5孔上 比如说大耳机 一直到上面 我们到HD600这个级别 250欧 300欧 的 DT880啊 包括第一组的天龙啊 黑飞曼的这个 这个安南达 一些第一组 AKG的701 我们都试了 不能说特别出彩 但是在这个价位里 无人出其有 这个价位是多少钱 2999元 如果是红色蓝色 这种特殊颜色 粉色 对吧 紫色 那就是多100块钱 3099元 整体来讲 黑色银色 都是2999元 那我们来听一听声音吧 2999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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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引起埋名在月光下彈琴 对你心里掉我的感应 还是如此温热场景 会念你那些梦的诚意 痛过几多 我有过险床 我爱过的多数最终都会伤我 我错过几多 我放弃过几多 我痛过几多 叫我悔过有错 当初有空 现在遇见你 美丽就像透气 我碰见了尽美可惊喜 It's all about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我眼中纷纷秒秒也有你 我每次想起 而满手欢喜 你我之间都有过太多趣味 It's all about you 我的心意 何时悲何时悲 也因你 It's all about you 想你从始终 会怕又再错过 有了你再遇着 会留意面容易过 然后我心的极弱 你最清楚 It's all about you It's all about you All about you All about you It's all about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我眼中纷纷秒秒也有你 我每次想起 而满心欢喜 你我世间都有过太多趣味 It's all about you 我的心意 何时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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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你 我们跟大家听了听这个啊 我们主要是用它的前置耳放部分 听了几个耳机 你看有天龙的7200 这是一个挺流行的力气 而且是低组 虽然低组 但并不是很好推 对于中低频的要求还是比较高 还有一个就是HD600 听古典音乐的力气啊 而且是高组 像250的300欧之间 还有一个拿到了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 非常难推的耳机 要求非常高的就是K701 咱们不聊版本啊 在这不聊说K701哪个版本 咱们不聊 就是万变不灵其宗嘛 我们还是看了它的控制力如何 先说说7200吧 7200这边呢 首先控制力还是不错的 推力没有问题 直接把7200推得风生垂起 声音节奏感不错 这一方面我们能够完全体会到 说想生在数字音源这方面的造诣哈 而且呢想入门 你拿一个7200甚至于说 这个5200 7200 9200接在上面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节奏感把握的不错 声音背景比较干净 动态呢尤其是中低频下潜和中低频的回弹 把控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是咱们说它驾驭7200 600 600呢我特意把音量调的非常的高 如果咱们严格的说你推这种高阻抗的耳机呢 确实是应该完全释放它的功力 您这个600玩的不深 那么我觉得插用这台机器呢 还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如果说我对这个要求非常的高 那就正好 作为数字输出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数字音源 那么您接一个解码器或者直接模拟 接出一个耳放 给600更好的驱动力 那是我们推荐的 这个响声的数波 在音源这方面的优势呢 如果您要用600去听 首先第一个规模感是比较不错的 中低频衔接这一块 近乎完美啊 低频的下潜不是特别特别深 属于理想型下潜 并不是那种夸张型的 低频的规模呢 尤其听古典音乐 你像听这个 这叫德游夏克的新大陆 对吧 然后听这个柴钢鞋 都是让你觉得身临其境 中频端的600 听人声稍微差点意思 但是中频端的这个音乐性 流畅性做的比较理想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要需要 对中频端了解更多 信息量更大 那您还是装一个高频质耳放 还是比比较到位 高频高频这方面 我倒觉得它高频驾驭的比较不错 在没有增加任何高频质耳放 或者高频质解码的情况下 它的高频控制的好 听小提琴耐听 听这个各种黄管吧 单黄管双黄管 以及这个二胡 听着比较有音乐味 所以这方面呢 中高频我倒认为是一个亮点 那么OK 我们说说701吧 701是典型的低组高频 为什么好多人说能推呢 我认为第一个701潜力不大 没什么太大必要 花两三万去玩它 但是呢 一万以内的一些耳放 忽略了低组的这个表现力 基本上大家都去给800啊 T1啊 这个平板去伺候了 所以对低组的控制力并不是很好 那么这个就很难受 你找一个差不多的 能够推好701的低组耳放 有点别扭 有点费劲啊 这个机器呢 同样这么一个问题 控制力 控制701呢 控制的不理想 但不糟糕 对于入门级的你 以及简单听来讲 我认为非常合格了 已经 701的特点是高频飘逸 而这台机器的特点就是高频好听 所以他们俩相得一张 就是一加一大于三了 对吧 701控制不好 低频是肥的 低频萌的肥的 那这台机器呢 上了701 不肥 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萌 这个萌不是说很可爱 这个萌啊 中频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刚才提到的中高频衔接这块 这台机器做的不错 然后701的中频属于细腻性 你就是给它一个粗犷型的 中频信号 到701上一样是细腻的 所以我认为它的中频高频 依旧是亮点 所以接拨701 如果你要是不想单独买二方 我就觉得它接拨701 已经相当不错了 基本上说了这么多哈 五颜六色 然后体积和功能都是 近乎完美的 嗯 说说这个缺点吧 刚才我们提到了 7200 701 和600 我认为啊 它推高组的耳机 600 650 880 稍微有一些缺乏力度 稍微有一些 如果能递增15%左右的冲击力 侵略性 可能会更完美 那么其实咱们玩音响都知道 嗯 你要花钱买的就是这5%的15% 所以 您要是 有富裕的话 建议您再接一个耳放 高品质耳放去伺候 呃 能够把600和880这种高组耳机 能推得丰盛水起 作为船头机嘛 全民hifi嘛 对吧 可以了 误打误撞啊 701接上它以后 应该是在同价位 专职耳放里能拍到 呃 前十名的 我认为这一点还是有点意思的 呃当然了 对话 就您别对701要求太高哈 太高 那您还是 花万元左右去买那种什么 这个爷爷啊 或者是这个 这德国的那套短戒啊 所以 可以了 7200接播什么 毫无问题 我倒是做一个小广告 我认为 如果您手里没有7200 或者有7200 5200的 喜欢听流行音乐的 接播它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这个机器呢 又好看 又好听 价格还相对亲民 我认为值得推荐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希望跟我们深度沟通的朋友呢 关注一下屏幕上的微信公众号 就这样再见